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定律 健康状态有极高的动态复杂度 疾病会降低人体的复杂度 那这个呢我举很多这个 就是临床的例子 这个又是心跳的数据 这个大概也是十几分钟还是半个小时的心跳 一个是年轻健康年轻人 另外一个是健康的老年人 他两个的心跳 那我们用那个多尺度3来算的话 多尺度3得到的 就你把这个数据 红色这个数据 放进去用我们的算法来算的话 他会测量出一堆指数 那这个平均值就是他的 我们刚刚讲的复杂度 但他基本上告诉说 这个entropy 这个3跟这个讯号的尺度有关 那一个健康人呢 他们发现在尺度 在一个大的尺度 他都维持稳定 而且这个数值比较高 这表示他是一个比较健康状态 那老年人他就会降低了 他也是健康的 但他就降低了 所以这个是个健康 相对于来说 这个是比较健康 这个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健康 因为一个是健康年轻人 一个健康老年人 这一个是你们生医学院 这个崔欣然崔老师 他做的一个结果 就在不同的年龄层 把他的那个复杂度算出来 这个复杂度就是刚才那条线的一个平均值 越高的是越好 就发现到老年 这些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些人 都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 没有任何的问题 都是健康人 那他可是到老化的时候 他还是会下降 大概到了六十几 七十岁以后 就开始 会慢慢下降 虽然他们没有 这些老年人也没有任何疾病 就纯粹是老化 那这一边呢 其实这个线这边 那个崔老师那边 其实也把这个 这个补充好 也做出来了 那在那个 刚才左边那边 就是到了最最左边呢 就是当然胎儿了 就是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 那胎儿他的发育的 也是有这个现象 就是这有四个胎儿的 这大概都是在 二十几周 将近三十周的胎儿 这有四个ABCD 有四个胎儿的心率 就是我们用 我们可以在那个母亲的腹部 去测量 胎儿的心电图 然后把胎儿的心率画出来 那这ABCD 我请大家再猜一下 哪一个是健康的 有三个是疾病 有一个是健康的 你觉得哪一个是健康的 如果你听懂了 我们前面讲这些的话 应该你 应该你可以猜对了 大家来选一下 OK 那答案揭晓的话是 B是健康的 B是健康的 当然这个并没有 我们刚刚看到的心率 健康年轻人心率那么复杂 但这是胎儿 相对来说 B是健康的 然后另外的这几个 都是比较不健康的 就太过规则了 或者这个是有一些小的紊乱 这些都是可以用 我们的实际计算去算出来 我们可以用复杂度的计算 这边是一个是32周的 胎儿的心率 一个是20周胎儿的心率 然后用复杂度的测量 发现一个是1.33 一个是1.06 它得到这个多尺度3 就这个entropy 3在不同尺度上的一个点 那当然这个我们算的1.33 是这个线的平均值了 这个黑的线是20周的 红的是32周 所以从这个我们当然就可以 对胎儿到底发育怎么样 得到一些了解 这个也是刚刚那个结果 也是那个崔先生崔老师做的 那我们也可以评估病人的生命力 它有很多很多应用 有大概上千个应用 但我今天就举了一些例子 那它的生命力的评估 生命力的评估是在加护病房里面 我们叫一种叫叶克膜 就心肺的一种辅助循环机器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病患 它的心肺功能已经散失了 它或者是已经昏迷了 它没有办法自己的心肺功能散失了 或者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些 像车祸啊什么的一些状况 那它用体外的机器来代替 它的心跟肺的功能 那用了叶克膜的病人 当然都是非常严重的 它如果不用叶克膜的话 大概就死亡率90% 那用了以后大概现在一般的 做的比较顶尖的一些医学中心 大概可以达到50% 就存活率50% 增加了五倍 从10%到50% 那它可是还是会有一半的人会死亡 因为它本身就非常严重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 说我能不能事先预测 这个病人要钻叶克膜 我能不能事先知道哪一些人会活 哪些人是没办法 你钻了叶克膜也没办法活 那原因就在我们要去测它的一个生命力 那这生命力就是这个系统的复杂度 因为这个系统适应环境能力还有多少 当你如果已经没有这个适应环境任何能力的时候 即使你给它钻了这个叶克膜 它也很难起始回生 那所以它生命的到那个状态的时候 它都是能够康复的话 那最后都是靠它自己修复自己的能力 这些机器只是维持一个环境 让它比较容易修复自己 那这个研究来是我跟台湾大学合作做的 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叫文哲科 科文哲 科文哲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那个台北市市长 他们叫科P 科文哲是一个世界科某方面顶尖的一个专家 他是这个加护病房的急重科的一个专家 那他在叶克膜方面是非常有贡献的 那我们刚刚做了这个研究就发现 我们确实我们可以预测哪些人会活 哪些人最后没有办法存活 就在进了加护病房 大概用了四到六个小时的心率的数据 那这边是一个一般健康人 那这里 是那些最后存活的这批人 就是你测完了以后 你过了几天 有些人存活了 有些人死掉了 那这些死完的这些人 他的一开原先 他的复杂度是相当低的 所以好像代表说 这个复杂度有个门槛 你必须过了某一个门槛 你再想把他急救回来才有希望 否则已经到了一个太低的状态 他已经没有生命力了 你不管再怎么样也没办法 在这个的应用里很多了 就是说在生命力的固测 这个是我们跟美国医学界做的 这个是跟国防部的一些医生做的 他们是因为美国打战打很多 所以他就有很多这种实验数据 这个是伊拉克战争的 他们在战场上受到了 如果被打伤的话 那他就有个问题就说 那这个人我是不是要赶快后送到野战医院去 还是我在战场给他维持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如果后送他的话 我要叫这个黑鹰直升机过来 才能接着他把他送过去 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可能直升机被打掉了 所以更多人会死亡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已经你不后送就会死 他命保不住的话 那就还是要去把他后送 所以他们就发现用了这个MS1的index 就是我的这个复杂度的多次度上指标的话 他可以完全判断哪些人是需要后送 哪些人不需要后送 就他的MS1的指标 这个复杂度指标如果还够高的话 那就在战产算你稍微给他包扎一下 给他处理一下 然后等到这个战斗情况 稍微缓送缓解一点 再后送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他相当低的时候 你就必须马上后送 否则他活不下来 这也是一些战后之后的 他得到很多traumatic brain injury 他们在伊拉克打仗 很多人的脑袋有问题 被炸了 就被那些土制炸弹啊什么这样 他可能有很多人是炸断了手炸断脚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被那个震波震到了 以后他得到这个像脑震荡 但是比较严重的脑震荡 那这个我们预测哪些人会活下来 哪些人会死亡 也是很准的 这些结果都就跳过去了 那刚才举的例子都是心率 但实际上这个方法可以去研究 其他的动态信号 像是血压 呼吸 血糖 体温 脑坡 像平衡 你走路的时候 步态这些 都可以判断这个人现在就是健康 还是有疾病 血糖 当然就跟糖尿病会比较相关了 呼吸跟一些这个 这个呼吸类疾病啊 血压跟高血压这些 那这些都会都可以去做 脑坡这边就可以做一些 像是这个抑郁症啊 这些 这个也是 我几个学生都在这方面做得蛮好 包括台湾的杨之杰 杨教授 那这边崔西朗崔老师 他们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结果 这边我们就举脑坡的例子为 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出生儿的脑坡 这出生儿的脑坡 这个是13天之内的一个小baby 那这个是六个月以后 他脑坡的这个 EG的讯号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那他的 你如果用这个MSC来测复杂度的话 就会发现 这13天的时候呢 他是在 复杂度比较低 到六个月就上升了 这个复杂度就上升了 那还有 这是其他的group做的研究 他是从八岁九岁的小孩 十岁 抱歉 八岁九岁小孩 十岁 十一岁 然后 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 然后到成年人 这个你会发现 这个复杂度 脑坡的复杂度在持续上升中 所以到了 即使到了十四十五岁 他其实大脑并没有完全发展好 确实要到二十来 所以他的 他的大脑的复杂度 才到了这个成年的人的水准 好 所以这些应用 都是 有很多很多 我们就没有 花时间讲太多了 那我现在再把它拉回来 就是说这个到底跟我们 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的学生将来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回来看一看 这个大的全局是什么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最近几年看起来 这二十年来 尤其最近十几年来 美国似乎一直在走下坡路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变成 原来我们都觉得 美国应该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都 很多东西都不行了 都在很严重的走下坡路 那他也 好像也没有那么有钱了 那他到底钱花在哪里啊 这国家那么有钱的一个国家 他到底钱花在哪里 你们可以猜一下 在这几个大项里面 大的项目里面 他钱花最多的是什么 那我把这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 他按百分率来看 那当然这个一开头是19四几年 这是打二次大战 那百分之八十几的钱 美国政府的钱都花在军事上面 绿色就是defense军事 所以这很合理 然后来这边呢 当然是有打在打韩战 后来打越战 那他在当这个持续在下降 那到了大概七几年底 那个时候越战结束了以后 然后开始这个美国的 其实美国的这个军事支出 占的百分比并没有增加 最近这几十年 甚至还有一点下降的趋势 在最近的十年 所以美国没有钱 跟他穷兵独武 但是有一些关系 就是他不要花这些钱在打算算 他当然可以把这钱拿来做别的用 但是并不是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你发现一个 一直在扩大的这个蓝色的 这叫human resource 这个就是包括养老这些 但是其实里面最大的一笔是什么 是他的医疗保险 就是整个的医疗保险 是美国政府支出最大 而且一直在增加的一个项目 所以美国在被拖垮的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医疗保险在拖垮 他即使那么贵 他到底好不好 你说贵但是他真的很好 那是不错的 但是他很不幸的 就是他又贵 然后又不好 那这个是一个数据 是Y轴是这个life expectancy 就是他的平均的期待的寿命 平均寿命 2015年 你说2015年 他书生他认为的这个寿命是多长 一般大概都在这个70到80几中间 那Y轴 X轴是这个 他花的医疗费用 就是每一个人 他的每年花多少钱在医疗上面 那就发现 应该是有个相关性的 就是你 你花的钱少 你当然这个平均寿命应该比较短 所以有这条线 大家都大致都落在这里 比较长寿的像日本 他花的钱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他的寿命是比较长 那中国在这边 中国的医疗开支是非常低的 大概是美国的 不到美国十分之一了 那他的寿命跟美国的平均寿命并没有差太多 所以美国是一个outlier 是一个奇葩 他是在 跟大家都不在一块 他是花的钱越多 然后他并没有得到那么好的一个 一个结果 当然如果你非常非常有钱 当然在美国 他确实有非常好的医疗技术 但你要非常非常有钱 你才用得了 这个你才能够付得起 那你要一般的人 他其实这个 花了很多钱 但是也没有得到那么好的医疗照顾 那这个原因就在于是 大家可能前面一个图 我们猜美国的费用画哪里 很多人认为是可能是国防 叫做军工复合体 叫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就是说这些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 一些做金火的这些军工复合体 他们在想办法 那这些人又收买了政客 所以他们把政府的钱都挪去打仗了 或者去发展武器了 但实际它的这个数额是有增加的 可是它占全美国的比例 百分比来说 它并没有很大的增加 甚至有点下降 那另外一个叫做Medical Industrial Complex 就是医疗的复合体 医疗工业 叫医药工业综合体 那这一次就是包括医院医师的工会 医师学会了 药厂 仪器厂 保险公司 这些大家是联合起来去收买政客 然后让他的医疗费用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有 就从这个轴上面 这个图上面看 并没有真正有好的效果 他并没有真正提高美国人的平均寿命 但他花的钱非常非常多 他如果应该在这条曲线上 他可能只要花到四分之一的钱 他就应该达到这个效果了 那他现在也花了多 所以未来几十年 我认为未来二十年 整个医疗领域会希望说 抛弃美国这一套系统 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这个是我认为 为以后二十年的一个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是这样子 就是它有三个着重点 一个是说我们原来是 美国这个叫做 医药工业综合体里面 他专心的他注意的是疾病 因为只有到你这个人有疾病的时候 他才能赚钱 那在预防疾病来讲 这件事他不赚钱 你生病了以后 他可以有各种各样方法 很昂贵的方法来赚钱 然后你最好这个病是你 你半性疾病 就是半性疾病就是意思说 你也治不好 可是你还是要持续用药 但是你也死不了 你死不了的 你就持续要付钱 治不好又死不了的病 他是最喜欢的 但另外其他的那些癌症 他现在都有一些方法 就变成治疗费用不可思议的贵 可能你治一个疗程三个月 你治完了以后 你可能延长了你寿命三个月 但实际上你还是最后死了 可能你就是寿命延长了三个月 生活品质降低很多 因为你用这个药的关系 那个药可能这三个月 可能花了几万块美金的药费 那我们认为 他一定会从这种疾病为中心 转到以健康为中心 这健康包括心理生理的 各种各样的健康 环境的这些都有 所以大健康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在你进入疾病之前 我就能够测出来 你有这个趋势往疾病走 所以这个我们的理论就有很大帮助 我们可以在 亚健康状态就可以判断出来 他是不是现在离健康越来越远了 他可能还没有达到疾病 还可以是reversible 他可逆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赶快 介入去干预他 让他不要见到疾病 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说 我们治疗 不要偏重于治疗疾病 而是偏重预防跟管理 这跟大健康概念是一样的 但这些都需要有工具 那这个工具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些 新的这个健康疾病的一些定律 从新的角度去看健康疾病 那干预地点会从医院转到家庭跟社区 就是说医院其实是个非 你如果所有病要跑到医院去治的话 他就会变得很昂贵 因为医院的这个设立 他就是要治各种疑难杂症 但他不希望说你绝大多数的疾病 都不希望你带医院来进行治疗 应该是可以在家庭跟社区 这些要做到这些它其实要有几个 要有这个方向转换的话 必须要几个条件 一个就是我们有理论上的一些 这个框架的改变 另外你要有工具 有技术的改变 这技术就包括这些穿戴设备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连续测量 这个你的心率 可以测量你的血氧 连续的可以测量你的呼吸 可以各种各样的数据 透过一些好的穿戴设备来获取 从这些获取的资料 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计算 这个人的健康状态到底怎么样 他是不是在往 维持在他好的健康状态 或者往一个不好的方向 在移动 那时候我们就要进去 预防跟管理这边 或者你现在已经有疾病了 你现在治疗 他的疗效好不好 用管理 也是可以透过穿戴设备来做 那很多这个 这个叫移动医疗 或者远端的医疗 这也是要透过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工具来做的 这样你才能够把这个治疗挪到 或者诊断你的疾病 跟治疗疾病 改到在家庭跟社区来做 那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